今天是我回高雄的第一天 因為我去英國之前睡眠時間大概都是 凌晨三四點四五點那邊睡 所以到英國之後呢 因為英國比台灣大概時間慢了七個小時 所以到那邊剛剛好 大概晚上十點十一點的時候睡覺 完全沒有時差 所以我到那邊之後就變早睡早起 大概十一點十一點就睡覺了 然後五六點就起來了 因為你一大早起來 然後外面其實沒什麼人 然後你也不用去趕著做什麼 你不用趕著上班啊上課啊什麼的 你就有更多自己的時間可以做自己的事情 非常舒服非常自由的一個時間 我回來之後就想說 嘿我來試試看 真的早睡早起大概一個禮拜 兩個禮拜左右看看感覺怎麼樣 這樣子的話說不定整個生活型態啊 整個感受都不一樣了 對 雖然說我現在還有時差 所以我現在困到不行 有咖啡 對 但是我是覺得稍微做一點小改變 對於你很多時候會有一個很大的 生活態度的一個改善 就是你做出一點小改變 到後面接著的改變可能會越來越多 越來越多 現在才 五點 不知道你們有沒有注意到 我們的後面 有什麼 各種口味的Monster 你知道我到了英國之後就發現 怎麼這麼多Monster 雖然說 它好像是美國的牌子的 美國應該很多 但是英國已經 非常多 我找到十幾種口味的Monster 當然我沒有辦法全部帶回來 不然 超重了 快點啦 台灣的代理 找一下我好不好 這個Size比台灣大 所以 然後我在機場的時候看到一個更大的就是 它叫做Monster Mega 台灣是這樣子 然後我後面這個是這樣子 然後Monster Mega是這樣子 對 不知道給誰喝的 那麼就像標題獎的一樣 我請了一個教練 從來沒有想過我要請教練 我練經練到現在都是 在那邊亂琢磨 亂學 亂看那些研究 沒有亂學 很認真學 只是 從來沒有想過請教練 那為什麼我現在突然要請教練 其實我自己練也沒有什麼問題 我自己的知識什麼都OK 自己的判斷力啊 知道怎麼安排你的週期啊 你的一些運動表現 RP什麼 我都大概都知道 但是問題就出在於 我可以幫別人調整 幫別人觀察 幫別人判斷 但是這種事情 你遇到對於自己來說 就會非常的主觀性 太過有自己的想法 這就好像當你去談戀愛 比方說你失戀了 你去找你朋友束� 然後你朋友就說 哎呀 那個沒什麼啦 都是這樣子啦 然後當你那個朋友真的失戀 他就覺得 不是不是 所以我覺得 這種事情就是判斷 幫你分析數據什麼的 還是請一個專業的人來 幫你去做分析 做判斷 幫你去規劃你的一些訓練啊 等等 會比較更適合 更有效率 知道他還有簽合約嗎 這超級 五頁的合約 然後說到合約呢 跟你們講一個小小的 秘 也不是秘密啦 你們都叫我JDJ 但是呢 如果以正式的名字來講 如果以護照的名字來講 如果以護照的名字來講 來來來來 來給你們看一下喔 這是我護照上的英文名字 這是Austin 真本上一些都沒有 JD的字樣出現 所以他那個 Initial簡寫的是AW嘛 然後這邊是簽名 這邊是簽名 對不對 好也不是什麼重要的事情 來 給你們分享分享就好 那麼我們聯絡一下 預計是下週開始正式的課程 對 非常期待 對你們知道我現在多期待 第一次上課 我其實觀察他非常非常久 他教出很多的IPF的冠軍 雖然他跟那個本身基因有關係 但是就是說 他很多學生都是冠軍啊 然後我也有看他學生的一些訓練什麼 我就非常喜歡他們的教學 他們的訓練的系 然後我講幾個比較有名的他的學生好了 Russell O'Hee 今年八三 八三節的那個冠軍 另外一個呢就是 我的偶像 對 John Hack 他也是2016年的IPF八三節的冠軍 現在比美國過比賽了 還有女生的話像那個Amanda啊什麼的 就是他很多很多的冠軍都是他教出來的 雖然我知道我的經驗沒有那麼好 但是想說以他的系統來訓練看看 怎麼樣如何 讓別人幫我安排一下 我就不用每天自己在那邊考慮說 我現在要幹嘛 我現在要幹嘛 這樣對不對 那Jory他教課的方式呢 不像現在很多的線上教練 給你12週課表 丟給你 然後自己去玩嗎 不是這樣子 當然他會有一個課表 一個週期的架構在那邊 但是他會一週一週給你 然後等你這週訓練的 每天的狀態啊 數據啊 感受啊 一些RPE啊 你的一些強度等等的數據的回饋 去跟你做一些溝通 討論看看 然後再幫你去規劃出 下一週訓練要做什麼調整 才能去配合這一週的一些造成的壓力啊 等等然後讓你整上去可以慢慢的提高你的運動表現 一個人 那昨天晚上呢我一個朋友跟我說 欸今天要不要早上10點練 然後我說10點 你確定嗎 他說對確定 好現在10點半了 人呢? 要喝水是不是 喝水喝水去喝水 我現在覺得我整個 數據被是鼓起來的 更大了 好亮喔 你會怕齁 不是我想說我以為你開閃光 出國要好好放鬆 對不然就會 快樂旋轉 哇 哇 為什麼是關閉喔 關閉 關閉 為什麼關閉 因為打了 喔沒關係 我們看到打了你就會起來 哈哈哈哈 打了你就會起來 幹你老師 出國回來 全身會變超級緊的 因為可能走路啊 有背包負重啊 然後生活型態不一樣啊 睡著床不一樣啊 什麼東西的 然後坐長途飛機啊 全身超級緊的 我這一次沒有辦法放完 所以明天要繼續 超級痛 這是我的嗎 還是 是你的 是我的 OK OK 那麼現在是 新的一個 內容 Monster的review 我買了不是 八個口味嗎 就是 每一次來review一種口味 今天這個是 punch 它算是一種 一種綜合果汁的感覺吧 這麼講對吧 應該很甜吧 沒有耶 沒有像那個芒果那麼甜 然後它多了一點 就是很果汁的甜味 可是沒有像芒果那麼誇張 滿分10分 8分 然後白色那瓶是9分 芒果的話大概是 7分那邊 黑色的 就是最原始那個 我覺得超難喝的 那個 勉強6分好了 對 OK 8分 那我跟我的教練聯繫過 然後問他說 欸我們下週開始上課 那我這週要怎麼訓練的 我需要低肉嗎 還是需要 怎麼樣 好他給我的答案是說 可以低肉 但是 因為我們下週本身的訓練就會 從比較低的地方開始 會把整個強弱的壓力 降下來 從比較低的地方往上爬 所以 其實無所謂 好吧 那就 看心情練好了 佛系健身 今天呢我們是 主要是做深蹲跟臥腿 訓練結構還是差不多的 先到一個Top Single 然後降下來 那麼今天做到150公斤的時候 都還不錯 都還可以 但是呢 在英國這段時間 第一是走路走太多 然後 坐飛機時間太長 然後整個生活的習慣 生活的形態都變得很不一樣 所以 我的身體非常非常的緊 我朋友幫我按就說 怎麼可以這麼緊 我整條背是從上緊到下面的 所以 反正還有下半身的藍膏是緊的 所以整個蹲的時候呢 發力什麼都非常的奇怪 非常難發力 走得有點不平衡 所以在熱身150公斤的時候 其實還不錯 蠻順的 蠻快的 但是當我把重量加到160 然後上了腰帶之後呢 這個穩定性就出了一點問題 尤其是我左邊的寬 左邊的臀中肌很難去騎動它 所以 起來中間的時候 我的左邊的膝蓋 啪進來了一下 對 所以 造成了一點點的旋轉 一點點的 不平衡 但是當然這個跟緊繃有很大的關係 就像我剛剛講 今天 烈開心的 所以 160公斤中完之後就降下來 波推部分呢 總體來說就是說 都有往下降一點 那麼不管是重量 控制啊 還是穩定性 跟上昇比起來 都是比較差的 基本上這一兩周 我本身 就到了一個 我需要低樓 需要稍微把牙蠻 降下來一點點的時候 因為我這個周期 跑了四五周了吧 這個就是 我想要請教練 非常重要的一個原因 就是 關於Picking 這一點 外面很多教練其實對於這種 Picking是什麼東西都不知道 但是對於一些 像是需要運動表現的人啊 不管是健力啊 舉重啊 還是一些其他訓練項目的人 Picking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Picking就表示說 他是在最高峰 他就是你一個訓練狀態中 你可以把你的運動表現 呈現出最好的狀態 每個人這有點不一樣 就是有些人 比方說 我第一周開始練 他一二三四 第四周 是個Picking 是個最高峰 有些人是一 二 三四五 掉下來 每個人都不一樣 所以呢 Picking這點就非常重要 這也是我 為什麼想要請一個教練主導的原因 當然我去幫別人看 我可以判斷出來 他比較適合怎樣的Picking 他需要怎麼去操作他 但是這邊最麻煩的一點就是 如果中間出現一點少的狀況 今天有點突發事件 比方說 我今天原本是應該要這樣子 我突然掉到這邊來 或是 某一項特別的奇怪 那這種情況我需要應對他 就需要很多的一些經驗 所以呢 我才想說找一個更專業 更有經驗的人 幫我去規劃 幫我去分析 判斷說 比方說第三週了 這週 你可以Picking 你到了一個Picking 你到了一個山峰 下一週你掉下來 你需要去 稍微調整 你想想看 如果你今天要去比賽 你的Picking 應該是在第三週 結果你的教練幫你 排了一個五週的刻板 第五週去比賽 那怎麼辦 對不對 所以你的Picking是一件 非常重要的事情 可以說是整個訓練計畫 訓練規劃裡面 最重要的事情 也是最難的一件事情 所以雖然說我這兩天表現並沒有很理想 但是呢 第一他本來是在預料範圍之內 第二 你的身體會適時的告訴你一些訊息 比方說你需要休息了 他會告訴你 OK 很好休息 如果是我以前的話 我不會管這些東西 我會想說 不行 對不對 要突破自己 要撐過去 然後就 硬 硬拷起來 其實因為很多人都會這樣子 就是 忽視身體給你的訊號 告訴你該休息了 該停了 這個需要非常大的一個 自治力 自控力 當然我並不是說我現在有多好 我偶爾還是會 什麼休息 對不對 然後就繼續 繼續去硬拷 硬練什麼的 然後就 就不太好 如果喜歡今天的影片的話 歡迎按讚訂閱 然後 可以Follow我的Facebook Instagram 都在這邊 對 那麼 掰掰 這個出去 打錘球 那個氣勢 是要一次次見兩個動態還是 我不知道我都沒打過 我都沒打過 發狀態 可以啊 可以啊 不可以啊 我全都 哈哈 哈哈哈 哈哈